英國除了超市之外 可以買到我們日常需要的食材之外 還有一些更新鮮或者地道一點的食材 就會在當地的market都可以售賣 每一個貨或每一個城鎮 他們都有當地的local market 是會賣除了食材之外 或者都會有一些生活上的必需品 現在今天就會帶大家去後面這個market 這個market它一個星期內都可以五、六天 而在每一個地方或者每一個區鎮仔 他們都有不同的時間 如果你們來到英國的時候 可以進去google search一下 當你身處的地方有哪裏有local market 現在我帶大家去看一下這個market 裡面究竟有些什麼賣 這個鎮仔的open market 它除了有食材之外 也有一些這樣的小工藝品 這些二手的物品 大家看一下這個手作仔 這一張桌子和四張椅子 都是199磅 這些都是他們自己的手工藝 還有這一些wooden size 都是一磅一塊而已 可以放在家做裝飾是非常之有格調的 這個可以放在門的前面 或者在garden後面 放些花都是10磅一個 而這個table chair和這個bench 整套都是245磅 這些比較很有古典英國式的style 如果你的房子是有特色的 這個都非常之有型 可以坐在下面穿鞋 放些鞋子 後面就掛衣服 這些全部都是手工藝 家庭電器 家庭電器 用品 可以看一下他們很多的手工藝設計 有local的canc的啤酒 自己做的麵包 還有這些自己的手作仔翻選 有local的can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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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大米 可以拿到200了嗎? 如果你想進去溫義的 就放在熱門 放在熱門 鍋裡 沒有消息 晚餐,晚餐,再見 士多啤梨也是磅款 蒜頭 喜歡花的朋友都可以來買回拜家庭去種 現在都有整隻白兔 那隻是白兔,是野兔 這裏寫明是哪一個農場的 和他自己出品的 我們去到街市市場 就要尊重他們 如果他寫著 Please do not touch the product 真的不要選 因為很多不喜歡你選的 你要什麼他就會拿給你 如果他拿給你,你不喜歡的 你可以要求他和你換 現在這堆就是因為他減價了 不要了 或者質素非常之差 如果不賣都扔掉 他就會賣得比較便宜 就是50片 大概5元一盒 那有些人不介意買回去 或者即日吃了也好 都可以的 這裏買的好像這個蕃茄 就3磅60 1kg 所以大家看清楚了 這些無辜就是一磅一磅 除了這個Local Market之外 英國還有一些叫Indoor Market Indoor Market 倫敦的出名 Ball Market 或者Campton Market 你們全部都很熟悉 主要介紹地道的Market仔 這些Market就不會很大 有些地方有些是很大的 但通常比較細小 他們主要都是售賣在當地的產品 例如是Local Product 如果Local Product 不夠的 他們都會有售賣 其他國家 或者周邊的 這麼快就來了 這個Indoor Market 這個就是147年的時候 已經有了 因為是Indoor的問題 所以我們準備了口罩 現在和大家進去 就是在我後面 看看裏面有些什麼購買 這裏是比較多些高品質的酒 就像這瓶 Sharpers 都是售賣26磅 99 這些是比較高品質的 除了買在地上 始終英國也不是很多 本土的酒 除了啤酒 沙特 比較多之外 主要都是入口為主 這裏有很多不同 在法國、意大利 或者世界酒 這堆就是Kent的酒 是在Kent那邊 那些Vinia製造的 過去這幾年 英國都開始多做酒的出品 因為天氣越來越暖 和Kent過去法國那邊 是很近的 最近的 對面海就是 這間food hall 比較高品質 和地位 其實以前英國有瓜菜店 但很多時候 這些瓜菜店主要是售賣水果 類似現在這樣 當然是裝修沒有那麼好 沒有那麼理想 但由於太多大型超市 變得小小的商店已經沒有了 以前每個湯仔或蝦樹 一定有間肉店 有間瓜菜店 專賣瓜菜 賣地道的 這棵是那天跟大家介紹過Kel 那棵就剪光了 這些全部都是當地的local product 支持本地生產 這裡你看多大隻 木瓜 都是五磅一隻 菇都有很多不同的種類 近年英國多了很多人 種這些菇 所以現在買這隻 我們叫Oyster mushroom 都很多 一盒這麼大的雜菇 都是六磅半 應該會比香港 好慣 我想 現在連金針菇都有了 十五磅一包 不是十五元一包 即是磅半 港幣當然是香港便宜 十元三包 這裡這些就貴了 吃這些 哇這個蘿蔔好 哇 沒見過摩尼這麼大碗 磅半一K 差不多了 現在是四樓行 中超都是賣五上等一磅 他們都會有些到期的產品 或者質量已經覺得不太好 他們通常很多地方都會有 好像一磅那麼大包蘋果 那些香料 就算這包豆一磅 都可以 或者即日吃了都沒有問題 種類繁多 什麼都有 你看 啊幾好啊 這間店 其實我都是第一次行 經過經過很多次 你看看這一袋 這一堆我們的糖銀雜貨 比我Local的Sansbury還要多 它會當然是貴少少 要給糖 給大家快一下 這些瓶頭奶 以前英國就有送牛奶 早上就送了就放在你家門口 就因為超市的問題 牛奶都沒落了 但是現在呢 也都有人重新再做過 有送牛奶這個服務 我上次在Maystone觀覺 剛剛上次人問 英國有沒有豆奶買 其實英國除了豆奶之外呢 有很多種 這個是Brown Rice 樽子奶 麥奶 杏仁奶 很多不同種類的 這個豆奶 這個沒有糖的豆奶 很多種類的 是一個素食者的 這裡選擇也是非常之多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裡的肉 這個新鮮黃油雞的雞 也是3.79磅 多了 哇 我在香港的街市 那些巴西雞 我真的拿不下手 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這些就是Counter 芝士種類也非常之多 這裡還有一間Coffee Shop 大家的菜 喝杯茶 水果 清潔油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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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英國的Indo Market 有些已經是轉型 轉到類似這一類 也都加上很多 比較環保的元素 像这些,你要多少,你自己买多少 自己买吧 我走这间餐厅,感觉就好像去欧洲 欧洲有些超市都是这样的 这些外煮的西班牙饭 的锅,比较扁 我听说英国本身有很多这些肉鱼 是现在的没落了 鱼鱼都少了 埋光了,只剩这两条鱼